大家好啊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那么这是2024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资格赛 赫国强对阵卡地的比赛 他们俩人来抢一个正赛名额 也就是128军64强的比赛 那么比赛为9局5胜制 剩下卡地的话3比1领先赫国强 这是双方的第5局 两人有位吃交手 赫国强是赢上比赛的 这是第二次交手 好这边犯规啊 也就是自由球了 这个咖啡球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 直接上手 简单一下 自由球是怎么得来的 就是犯规的情况下 看不到 打不到目标球的最左边和最右边 这是自由球 好 这咖啡球 淡红球来玩啊 得1分 这边也就上手了 小编也废话不多说 看球呗 看球的同时 大家记得帮视频点一下赞就行了 嗯 确实也是没有太好的叫球 叫位 这个位置还是挺尴尬的 它的本意是叫黑球上方的红球 好 篮球过了 那就绿球呗 交去右边的红球 递干了回来 那么篮球 咖啡球 角度同样是OK的 最好打的话肯定是绿球了 现在黑球被锁住 那还得用篮球来调啊 好 有意思 瞄了一刹粉球 可以球的好机会 好 现在就是K球了 大角度 红K红 来看看效果 来看看效果 拿捏的还挺不错啊 这K球好球啊 好球 现在局面都给打开了 好球 交到 左边底带也有 对 左边底带也有 右边中带也有 好球 粉球要归位 非常不错一个局面 好球 好球 非常棒 好球 诶 这是叫左边底带呢 还是叫中带 应该是叫左边底带 对 但是这球的话需要低竿捞回来啊 这叫篮球 嗯 过了 篮球过了 那就绿球 绿球角度一般 篮球大角度 看它怎么行 轻轻的推进啊 虽然刹得吃低竿 但这只是刹车球 好 粉球左边 刹来啊 那叫粉球刹放这两颗 过了 那就 中带上去再调个篮球呗 好 好 再来啊 粉球左边刹来 叫粉球 左 刹放这两颗 两颗 两颗球没有叫到 怎么打 强行打 这两颗球没叫到啊 黄球这角度 高杆推上来 绿球一颗两颗 中带也可以 啊 黄球绿球都可以 左边底带 对 对 这球的话 可以叫粉球 看看粉球有没有被挡 诶 那还可以啊 中带底带都可以 粉球也有啊 粉球也有 也可以继续叫粉球 一点点的小滴干 点一点 横过来 台面67 领先也就67 盐分 打椒红球 超分 嗯 这低肝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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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想要破白的话 黑球这边需要K一下 到时候来个中间开花 挺好的 这角度不行啊 直球来的 左边那颗吧 左边那个顺手 啊 离带口也进 这球可以K球 这球可以K球 没去K 可以 需要炸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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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点点角度 止了吧 这点点角度不够用了 这点点小角度 K球不够用了 中带 好还是非常不错的 单杆90分 2比3 班和一局非常精彩的比赛 好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 接接看 拜拜